台灣名嘴王志賢寫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TikTok的不平等人渣條約 他說TikTok和甲骨魂的三方協議透露了很多細節 這是令人驚震 不可自信 吃人不吐骨的比馬關條約更加馬關條約的奴隸條款 如果有一個例子一開 以後中國人所有的發明創造和努力打拼 都不過是為了奴隸罷了 協議內容規定TikTok的董事局由五個人組成 這五個人必須四個是美國公民 而且要包括一個國家安全董事 而這個國家安全董事必須由美國政府批准 美國政府只要不批准 董事局就不能成立 也就是說美國國家政府將會徹底完整掌控了TikTok 這個中國民間企業 微軟、臉書、阿文森 有哪一間科技公司有這個條款呢? 那為甚麼TikTok一定要接受這種賤民的待遇呢? 中國政府是否應該對應 例如斯拉特、蘋果、通融、高登等 美國企業在華為在華的分公司設立一模一樣的條款呢? 這樣美國金融企業在中國董事會 是否必須由中國政府安插幾個安全董事呢? 太可惡了 這個不費一文把TikTok吞併 讓美國政府公權力公然以太上皇的姿態 監管民間公司 赤在美國的TikTok高部 不單將主權主管美國市場 而且將會主管全球的TikTok 除了中國市場之外 也就是說美國用惡棍手法 吞併TikTok的全世界市場 數據、資料和收益資產 資本主義可以這樣惡霸嗎? 中國可以答應嗎? 來自中國的IP 不能夠訪問TikTok高部主管所有的資訊頁面 而TikTok高部的全球用戶 就可以互相訪問 也就是說TikTok的中國用戶將被圈禁 鎖綁在中國境內 這個不只是歧視中國用戶 更加是封禁中國 讓中國的抖音版 全全失去全球的話語權 全世界除了中國14億人之外 都可以互通在抖音互聯 只有中國不能夠參與全世界 這個用心的狠毒 居心的險惡不言而喻 所以中國創造了抖音 然後中國被迫要自外與抖音全球 這樣可以答應嗎? 中國可不可以對境內所有的美國企業 立下相同的條款 甲骨文隨時可以訪問和審查 TikTok高部的原代碼 和更新內容 而TikTok高部和北京的抖音 用的是相同技術 即是說抖音的技術 並非免費奉送給美國 這樣中國能否規定美國企業 在中國發展 必須把所有的原代碼交出來呢? TikTok說 川普說TikTok TikTok高部將和中國毫無關係 甲骨文和Walmart 將對TikTok高部有徹底的控制權 但他沒有說美國政府 將完整地監管這家公司 如果抖音協議給他成真的話 以後所有中國人都會成為美國人的奴隸 我們辛辛苦苦的血汗 我們發明創造美國一個行政命令 就可以全部收歸美國人所有 這個比惡棍更加惡棍 比人渣更加人渣的地獄條款 二十億世紀的帝國主義 我們必須站起來 不去你的抖音 放棄美國市場 頂起隻糧走出去 這個就是王志賢 他分析非常好 一直以來我沒有看他們實際的條款 我只是覺得他現在犯犯覆覆 現在條款出來之後 被王志賢一刀 全部穿了 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會批准的 是這樣的不平等條約 所以一會兒在時事通識的時候 我會請其他嘉賓 大家講講這個問題 到底TikTok 是不是真的要考慮一下 放棄美國市場 我不是說放棄全世界市場 只是放棄美國市場 應該已經足夠了